各位 人为贪财 身先丧 王八骗钱 命早亡 任郭奸华 多取巧 美国监狱 啃大鸟 本台的这首《称言诗》 伴随着郭文贵的诈骗生涯五六年了 郭文贵今天是庭审的最后一天 陪审团的判决结果明天将会向法官公布 这个蚂蚁帮依旧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女版的林永健已经三点钟起床了 三点三时就醒了 然后就花枝招展的往法庭赶 我的天啊 蚂蚁帮都是一些奇葩呀 应该讲都是那种叫这个物 也不是物理上了 心理阉割机一个个的都是好家伙 来了 这是谁啊 这是唐平 来送葬呢 还有谁啊 当然少不了好副总统 应该说好大总统了 因为郭文贵进去了 蚂蚁帮变天了 陶海东是来美国 然后呢 接管蚂蚁国的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美国检方能够放过他吗 他已经在检方的名单上了 RICO名单上了 华之招展 喜气洋洋 来给龟孙送葬了 这是一批是人类当中 愚蠢到无下限的一群邪教徒 那位说这个是谁啊 这个所谓的六郎君 据说是什么张兰以前的男朋友 长得很像啊 但是是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也说了 这是庭审的最后时刻呀 这是庭审蚂蚁国的最后时刻 归孙最后的一天 根据西诺的报道 今天的陪审团呢 没有得出投票的结果 郝海东和叶昭影 今年观摩庭审 叶昭影浑身上下 都是佛系的郭时装 他是推着一辆驻行车进入了法庭 看上去腿部有些不方便 郝海东身穿深蓝色的运动服 也进入了大厅 由于等待的时间太长 部分的蚂蚁已经回家了 大厅的座位并没有坐满 郭文贵身着棕色的西装 照常与蚂蚁们挤眉弄眼 而夏春风用夸张的手势与郭打招呼 郭似乎没有注意到他 女战友摆手和心形的手势 引起了郭的感觉 这不是 这是在说七哥 你那个后门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吗 纽约时报的傅财德和琼斯妈妈的记者 出席了今天的庭审 傅财德认为呢 陪审团的投票结果有望明天产生 因为谁也不希望再浪费一个周末 在一个骗子身上 蚂蚁疤 三寸钉 搓地雷 拱大狼 依然是丧事喜办 也好 哈喽 战友们大家好 哎呀 这个情绪还要再酝酿一次 都是我们的CEO 这个今天出来了 庭审树题 我们就用这种快节奏的形式 第一个没有结果 第二个 陪审团写了note 要求法庭提供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transcript 第二个是limited instruction 他的transcript 他要求纸质的 陪审团就走了 然后但是法官就不确定 双方都不确定 他要的paper version的transcript 到底是什么 然后还有limited instruction 到底是指什么 具体指什么 他们不知道 所以还在讨论 然后今天晚上 可能大家都做一些相应的准备 但是回头明天 可能法官还要去问陪审团 到底是指什么 那么通过他陪审团要求的这两样东西 可以确定他们正在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 这是一个好事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他们要进行充分的讨论 才能得出一个最佳最公正的结果 OK 拜拜 哎呀 这有没有好 我们出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进展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评议 叫deliberation 陪审团去了他们自己的房间去讨论证据 然后等结果 什么时候出结果不知道 然后呢 出结果了的时候 他会告诉法官说 我们这边已经出了结果 但不会告诉他是什么结果 完了这个时候 法庭就会联系 控辩双方 然后一个小时之内 要赶到现场 完了之后就宣布结果 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 那目前什么时候 这个出来 这个没人知道啊 所以出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今天 待会吧 下午 还是会做这个时间点 把今天上午的一些细节 给大家分享 孔大郎一向都是这个丧事 体办的真正的法庭的审判的情景呢 这样 7月10号进入结案陈词 之后呢 将交由陪审团裁决 检察官告诉陪审团 郭文贵欺骗了他们的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 用于自己的奢侈生活 辩护律师呢 则称郭文贵是被误解的反共者 在曼哈顿法院的结案陈词中 检察官 郭文贵通过社交媒体上向追随者保证 如果参与他一系列的投资和加密货币计划 他们不会亏钱 从而抽集了超过10亿美元 他播放了郭文贵推销投资的视频 其中有一段视频中 郭文贵带着太阳镜站在游艇的甲板上 就是这个人 他散布了狡诈的谎言 欺骗其追随者把钱投入了所谓的投资机会 检察官指着被告说 郭文贵的律师在结案陈词中表示 炫耀财富是郭文贵对中共政治批评的一部分 你看这是像是引人化吗 果然免费的傻娘们 陪认员不应该像检察官那样仓促的下结论 让投资者变富是对中共的一种嘲讽 他试图告诉人们 他们可以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 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东西 倾家荡产到现在 蚂蚁帮这些人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 郭文贵在审判中对包括欺诈在内的12项刑事指控 均不认罪 傻娘们表示 郭文贵确实是被中国当局盯上了 但是检察官说 这与他被指控的欺诈犯罪行为有关系吗 郭文贵被中国盯上了吗 是的 但是这能为他骗钱的事情开脱吗 显然不能吗 是吧 说这个检察官还向陪审员展示了一段 2018年的视频 是当时的这个班农公开宣传郭文贵的一个项目 郭文贵呢 支付给班农100万美元啊 这个来找班农呢 来为他的诈骗做代言 班农呢 目前呢 并没有被指控有不当的行为 但是呢 他现在正在坐牢 是不是 好吧 我们再看看另外的媒体的正规的报道啊 另外的媒体就说的更加的详细了 检察官周三以强硬的态度开场 他放出了郭文贵的电话录音 郭文贵在电话中大骂 闭嘴 你真无耻 无耻的混蛋 去死吧 滚开 滚开 这是2021年一次电话录音 检察官说呢 这个录音是郭文贵一名下属秘密完成的 卧底 郭文贵身边的FBI的卧底 当时 郭文贵在电话会议中 协调将一亿美元 从他的Gclub公司转移出去的行动 据称呢 郭文贵希望在没有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 执行这一操作 可 这可能他触犯了美国监管机构的规定 当有人提出这些顾虑的时候 郭文贵爆发了 你这个混蛋 给我滚出去 检察官说 这段录音完美的体现了 郭文贵如何以残暴急躁 和报复的方式经营他的犯罪帝国 这才是真正的郭文贵 检察官对陪审员说 那个他从未想过他的追随者会听到的人 在电话里边 这才是真实的他 这个检察官呢 用六小时的时间来 结案陈词 他对陪审员们说 郭文贵是如何以反共为幌子 骗取追随者的血汗钱的 他参与了一个敲诈勒索的 RICO阴谋 检察官说 这就是他所做的 这就是他有罪的原因 检察官概述了郭文贵 对粉丝所做的承诺 这些粉丝对他对中国执政党的不满 抱有好感 并急切地将数千美元 数万美元 投入他的众多的商业项目 一次又一次 郭文贵向其支持者保证 他们的投资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并向他们保证 他将对任何的损失负责 这都不是真的 实际上 郭文贵用投资的钱 是挥霍了自己奢侈的生活 包括购买昂贵的汽车 设计师的服装和一座新泽西的豪宅 这都是用的是骗来的钱 都建立在虚假空洞的承诺之上 为了促使人们投资GClub 郭文贵承诺将提供GTV的股份 GTV是他与白宫前顾问班农 共同创立的视频分享平台 根据几位所谓证人的证词 这些股份从没有交付 还承诺给GClub的投资者 各种奢华的福利 如假期折扣 进入独家活动的通道 以及使用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 最终在郭文贵的车库中 找到车钥匙 放到了郭文贵的厨房的柜台上 那么郭文贵的律师 是这么辩护的 那个免费的傻娘们说 最后说 七哥在这里有什么 我们 你们 希望你们陪审团 把他送回到家人的身边 送回到他的朋友身边 送回到他反共的战场上 这些蚂蚁傻缺们呢 你看这个免费的傻娘们律师的 最后的结案陈词 多么的苍白 丑陋无力 而这个检方 最后的反驳 收场 检方是这么说的 当辩方提出论点的时候 你们的责任是检查这些论点 是否与证据相符 而事实是 他们并不相符 郭文贵有罪 郭文贵在BVI 阿布扎比和吉尔基斯斯坦 都有银行账户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 直播宣传他的企业 告诉他的追随者 跟着他永远不会亏钱 受害者看了这些视频 相信了他 但郭文贵却抢劫了他们 郭文贵是否是真正的政治活动家 我不知道 也不在乎 你们也不应该在乎 郭文贵对中共的真实立场 不是你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他们为了混淆视听 声称他致力于反共运动 你们不能够忽视 新中国联邦这个组织在整个案件中 无处不在 郭文贵利用了关心中共问题的群体 他声称蚂蚁帮与G系列无关 他说不要将两者联系起来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没有工作 不上班 不打卡 不下班 他做直播 重复承诺 他在顶层的公寓里边游艇上 到处的炫富直播 但你们已经看到了 资金是如何流动的 如何买了郭文贵家人的这些豪车豪宅的 让我们看看这些抗议活动 他们不是在中国使馆进行的 而是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破产托管人及其家人的住所进行的 这些不是政治运动的活动 而是骗子的活动 那些所谓的郭文贵的证人 他们被郭文贵利用了 总之郭文贵有罪 法官说现在你们陪衬团开始讨论吧 今天是郭文贵最后一天 那么今天呢 也是蚂蚁们劫法场的最佳的一天 但是蚂蚁帮没胆 我们看看我们的金剪刀CBL的大作 心如刀疚 心如刀疚 你们是受害者吗 你们满意你们GTV的投资吗 对 Free Moscow Free Moscow 他的心真的很痛 炸开啦 炸开啦 嗯 哎呀 七哥是出不来了 明天就是判决七哥的日子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哎呀 怎么大家心里边都有一种依依不舍呢 这个华人中百年来最出色的单口相声艺术家 没了 两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